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聊聊一对小夫妻 好 说到娱乐圈中的80后的模范夫妻党 那李小璐和贾乃亮呢堪称是首位 在各大的公开场合 这两个人可是丝毫不顾忌这个明星的身份 大秀甜蜜 深怕别人怀疑他们的康丽情深 其实我觉得这小两口没事在一起意外 也挺好的 但近日据说这爱极星系的贾乃亮呢 却将这个甘醋吃到哪了呢 时光烈人的剧足里边了 来看一下 虽然贾乃亮嘴里说着不介意没关系 但在他他妈的时候 看到自己老婆和大帅哥李威廉 戏中甜蜜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脑气皮起来 贾乃亮你这是吃的那么的飞醋啊 在当婆婆遇上妈里李小璐这情动的 可是连鼻涕都肥出来了 同为演员的贾乃亮 虽然知道老婆李小璐跟大帅哥李威廉 那些亲密镜头是纯属句情绪要 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在李威廉面前 摆明自己的所有权 在贾乃亮他把李小璐拍戏的日子里 只要李小璐没在戏上 不管时间多短 贾乃亮总是要黏在李小璐身边 两人甜蜜旺旺的境界 就连剧组工作人员都觉得 是不是男主角换成贾乃亮会更好一些 好 说到这个贾乃亮吃干醋 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李小璐来说 应该觉得心里很甜蜜吧 对吧 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吗 是 没错 好 羡煞唐人